近期有朋友咨询说手上长了个优,哭掉还长,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再长呢? 当然有,本期就来安排。 手上长了优是由于皮肤受到HPV病毒侵蚀造成的,具有传染性,不可暴力或腐蚀处理,需要温和处理。 彻底将皮下沟壑内潜藏的病毒清除干净后,皮肤自然恢复。 下面就来参考本期的主人公毛毛。 毛毛手上长了优,经过了天然草本风暴和全面浸泡沙毒后,彻底恢复了。 图一可以看到左手势指出优体突起明显,图二可以看到风暴后皮下阻折,开始往外发出。 图三可以看到皮肤已经光滑细腻了,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具体的恢复过程吧。 3月17日,毛毛发来图片,问军师这个也可以帮忙。 经过军师询问,毛毛说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,硬硬的别处没有了。 此时可以看到表面皮肤优体突起的明显,军师给出了天然草本风暴加整体进化的方案。 3月22日,经过八天的风暴软化优体后, 毛毛反馈说,嗯,摁起来有点疼,上面有个洞,此时可以看到优体更大明显了。 这个时候只需修理平整后,就可以开始全面浸泡沙毒了。 4月9日,还未到一个周期的时候,毛毛反馈图片来,说, 期间修理过,摸起来和旁边的皮肤还是不一样,偏硬一点。 此时,图片可以显示,表面突起的优体已经不见了, 但是呢,偏硬,说明皮肤还是要持续代谢恢复才行。 5月1日,毛毛说,好像好了,皮肤也磨得柔软了, 说明皮肤,表面的优体和皮下潜藏的病毒都已彻底清除干净了, 呼吸,毛毛。 过了一个多月,6月7日,军师回访毛毛说, 毛毛说,好吐了,柔软的,平整的, 恭喜啦,优体没有反复。 回复毛毛整个恢复过程, 从涂一的凸起的优体, 到暗时风包收敌, 到皮肤恢复光滑细腻, 毛毛每一步都按照军师的指导进行处理, 坚持进泡沙毒, 恭喜毛毛没有再反复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